大家好,今天的Indy要来跟各位讲解的是龙腾第二册第九课 Yes, you can,是的,你做得到 好,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第一段 Volunteers are caring and selfless people of all ages, genders, occupations and nationalities 他说呢,Volunteers,这是我们这一课的主词 Volunteers,Volunteer这个字呢,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呢,当作名词的时候呢,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志工 但是呢,它除了可以当作动词之外呢,它还可以当作所谓的志愿 好,我们说志愿去做事情,Volunteer to do something 这个时候的Volunteer呢,是当作动词来使用 好,所以这边的Volunteer呢,当作名词,在这边呢,当作主词来使用 他说呢,志工呢,are caring and selfless people 好,那caring这个字呢,我们稍微看一下 caring这个字呢,其实是从care这个字衍生过来的 它本身呢,可以当作名词,也可以当作动词,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一个最常见到的片也就是take care of 那take care of呢,相信很多同学都背过 它的意思就是等于look after,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照顾,对不对 好,那我们说care呢,还有另外一个当作动词 我们会搭配介细词叫care about,就是所谓的关心,或者是所谓的在乎 好,我们英文就念成care about 好,所以这care这个字呢,原本就是在乎关心的意思 那加上ing之后呢,来自caring这个字 它就变成一个分词的形式,当作形容词来使用 它的意思呢,我们终于把它翻成有爱心的 或者是所谓的有爱心的,或者所谓的关爱的,关爱的就叫care 所以它说呢,这些志工们呢,他们都是呢,有爱心的 而且呢selfless,这个selfless这个形容词,它的意思叫做无私的 那很简单,这个self这个字,原本是自己,对不对 再加上less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呢,就等于not 所以说呢,做事情都不想到自己,都想到别人的 那selfless,我们中文呢,这个字呢,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形容词 我们中文就翻成无私的 好,所以它说呢,volunteers 好,这些志工呢,都是一些很具有爱心的 而且呢,无私的人 好,什么样的一种人呢,来各位,这边有一个很长的介细词片 of,这个是一个介细词 表示呢,它有这样子的特...就是属于这样子的属性 of,是什么什么的 all ages,各个年龄层 好,so of all ages 这个,就是翻成各个年龄层 全部所有的年纪 从十几岁,七八岁,一直到呢 六七十岁,甚至于七八十岁都有 各个年龄层,还有呢,genders 指的是性别 occupation,指的是职业 还有呢,nationalities 指的就是所谓的国籍 所以呢,来自于各个年龄层 不同的性别职业跟国籍的人 他们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志工呢 是遍及世界各地 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国籍,他们都是有爱心的 而且呢,都是无私的 好,接下来他说呢 you must have heard touching stories about the volunteers who helped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好,我们看这一句 好,这个句的重点呢,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must have heard 好,那这个must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主动词 当它后面接PP的时候 来,各位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到 这,我们知道must 原本的意思是一定必须的意思 对不对 have呢,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一定已经完成了 但是虽然说是一定 它可能是99.99999% 但是它还是有可能 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 所以must have呢,这个句型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 对过去强烈的猜测 猜测或者是质疑 好,讲到这个句型呢 Andy呢,建议同学呢 一定要把一个句子给背起来 好,这个句就是呢 你今天早上呢 骑脚踏车呢 到学校去 发现从你一出门 一直到学校 这一趟路 地面上呢,都是湿答答的一片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推测出说 It must have rained last night 好,你昨天睡觉之前 还没有下雨 但是你今天早上一觉起来 你骑脚踏车到学校 一路上整个市区都是湿答答的 昨天晚上一定下过雨 因为不可能有人提着水桶 一直往外泼 而且每一户人家都做同样的事 对不对? 所以呢,昨天晚上一定已经下过雨了 所以呢,这是对过去 一个很强烈的猜测 或者是质疑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 所谓的 must 后面接完成式的句型 表示对过去强烈的猜测 或者是质疑 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那个作者就说了 你一定已经听过 因为呢,在我们台湾 在世界各地 只要是大宗传播媒体 比较盛行的 大概都会报道这一类 关于志工的消息 所以你过去一定已经听过 听过什么东西呢? Touching Stories Touching 这个字呢 它是个形容词 分词所演变过来的 对不对? 它是令人感动的 什么什么东西 OK,注意哦 这个不同于touched touched 也是形容词属于被动 就是感到感动的 好,例如说呢 我们看了一部电影之后呢 看了一部令人感动的电影 A touching Story 我们看完之后都感到很感动 We are very touched 好,所以呢 注意touching的主词 是用来修饰事物 那touched 过去分词呢 是用来修饰人 因为它是属于情绪动词 所以呢,你一定 已经听过一些 令人感到感动的故事 关于谁呢? 好,这是一个介细词 片语 Above the volunteers 关于呢 那一些所谓的 Volunteers 那些志工 这些志工是什么样的人呢? 各位看到没有? 接下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形容词子句 而这个形容词子句 就是用来修饰 我们前面的志工 来ending 帮各位画条线 让各位看一下 所以呢,这个who 这个子句呢 它就是用来修饰 这个volunteers 好,所以呢 你一定听过了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 关于这些志工令人感动的故事 而且这志工做了什么事情呢? who helped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他们帮助的那些受灾户 那些受难者 哪一些受难者呢? 子句里面的片语 of natural disasters 就是属于一个天灾 天灾的受难者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句 they rush to help the victim after the 1999 earthquake in Taiwan the 2004 Asian tsunami and the 2008 earthquake in 四川 好,they rush to do something 好,我们看看这个片语 rush to do something 就是后面呢 接一个圆形动词 表示呢 急忙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或者是迅速 好,迅速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叫做rush to do something 那这个rush这个字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 急忙进到什么地方去 那此外呢 这个rush to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写法 rush某人to 后面再接上一个地方 那指的意思呢 把某个人急忙的送到什么地方去 你记得呢 大学联考里面呢 曾经出过 出现过一个句子 就是呢 发生一场车祸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ambulance 那个救护车的急忙呢 把那个受伤的人injured 把他rush them to the hospital 就是把他们急忙送到医院里头去 所以这个rush某人to 什么地方 也有这样子的用法 所以呢 they这边指的就是这些职工 对不对 这些职工呢 他们呢 就迅速的去帮助那些受难者 好 在什么时候呢 这边就是一个时间复词片语 after the 1999 earthquake in Taiwan 这大家台湾人绝对忘不了的 1991年发生的921大地震 还有呢 2004年的亚洲的海啸 还有2008年呢 在四川所发生的地震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段 那么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二段 第二段他说 yet volunteers do much more than that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他说呢 先看第一个叫做yet 好 yet这个字呢 欸 倒是很简单 只有三个字母 对不对 它的词类呢 是属于一个副词 这个中文呢 我们就把它翻成所谓的然而 然而 好 那他这边yet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同学呢 也蛮熟悉的字 就等于however 但是特别注意到 however 当作然而的时候 他习惯上呢 会有一个逗点 好 来跟后面的句子主持动词呢 来分开 这个就是yet跟然而呢 比较大的差别的地方 所以他说呢 然而呢 volunteers do much more than that 他做的事情要多了很多 比什么多了很多呢 比那件事情more than that 那这个that注意哦 指的是一件事 我们知道that这个代名词 那是属于单数 所以呢 他代替的是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呢 前面的那段落里头 所提到的志工呢 帮助那些天灾的受灾户 那些天灾的受难者的这一件事 好 所以他说呢 然而呢 那个志工呢 做的事情呢 比这个多得多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句 他说呢 some volunteers clean up beaches and neighborhoods or take care of straight animals 好 some这边有一些什么人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呢 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再一起来解释 好 所以他说呢 some volunteers 有一些呢 他们呢 clean up这个片语 这片语呢 对同学来讲 应该是蛮简单的 clean up的意思呢 就是打扫干净的意思 或者是所谓的 清理干净 我们就叫做clean up 所以他说呢 有一些志工呢 他会呢 怎么样呢 或者他会去浸滩 所以各位 clean up beaches 这个指的就是浸滩 好 那我们看一下beach 这个字 它是个名词呢 是海滩的意思 好 那indy要特别提醒同学哦 这个长短音 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念短音的话 哦 这个字可是不是很好的字哦 这个字念成beach 那I这个边是念短音 相对于EA念成长音 念成beach 所以呢beach 跟beach 特别要注意到 因为beach这个字呢 是骂人的 我们说呢 叫做母狗 那当然这个有一个 不是很好听的 通常呢 都是指的是女性 那当然这就是有带着 侮辱女性的话 我们就就不讲的 所以说特别要特别注意到beach 跟beach 一定要分清楚 好 所以呢有些志工呢 他clean up beaches 他们去浸滩 或者是呢 去打扫他们的社区 那neighborhood指的就是 他们住在附近的邻居的地方 有的我记得呢 我们学校呢 曾经有学生呢 去清理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些区域 那就是neighborhood 或者是take care of 好 跟我们刚刚讲过了 take care of 就等于look after 就是照顾的意思 他们呢 照顾什么呢 stray animals 这边呢stray animals 我们来记一下 好 这就是流浪动物的意思 没有家的动物 动物呢 我们就英文呢 就念成stray animals 所以呢 有一些呢 志工呢 他们会去浸滩 或者是呢 打扫他们的社区 或者呢 会照顾一些流浪动物 others 好 这边就是neigh刚刚讲到的一些结构了 好 就是some others 好 这个相对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边的others指的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others 他注意哦 他是有加s的 对不对 他是有加s的 所以这边的others指的 就是等于呢 other volunteers 好 指的是other volunteers 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什么呢 其他的志工 所以这个some跟others 他是属于一个对应的结构 好 看到some呢 通常呢 他如果没有特别指名是只有两组的话 那么通常我们some 对应的呢 就会对应到others 这个字 那others这个字 在这边就等于other volunteers 特别注意哦 有加s 表示是名词 如果没有加s的话 other就是当作形容词 中文翻成其他的 所以他说呢 其他的volunteers 其他的志工呢 run errands for old people 我们看这个片语 是我们这一刻要注意到的片语 叫做run errands 那run errands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是所谓的跑腿 或者是开小猜 不是开小猜 就是呢 帮人家呢出去呢 办一些事情 那除了可以 既然他可以用单数 可以用复数 那他也可以用复数 run errands 但是特别要注意到 如果用单数的时候 他的不定关词呢 要用an 就是表示跑腿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其他的志工呢 他们会去跑腿 run errands 为什么人跑腿呢 你看到 for old people 为一些年纪大的人 年纪大的人 搞不好他子孙满堂 那你需不需要去帮他呢 当然不需要 所以呢 他们要去帮的 这些老人 当然是比较特殊需求的 这些老人是谁呢 就是old people 接了一个所谓的living 这边就要特别特别注意到了 这边的living 它是一个分词 这边形成了一个分词片语 living by themselves 那这个living by themselves 呢 Andy呢在这边帮各位呢 做一个补充 这句呢 我们把它拿到下面来 好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第一个呢 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living 好 其实我们这边呢 前面指的就是for old people 好 他们帮那些年纪年长的人 old people 其实这个living 有没有 living by themselves 好 特别要注意到 它其实就是等于for old people who live by themselves 好 所以这边的living 同学一定要把它注意一下 为什么这个living 这个living 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 因为这个who live 这个子句 它原本是一个关系子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people 那因为呢 我们呢 要让我们的句子呢 更简洁有力 所以我们可以把子句呢 把它变化成分词片语 那这边因为live 它在这边是一个主动的动词 是人们这些老人独自居住 好 所以呢 这个居住在这边 他们不是被住 他们是自己住自己生活 所以它是主动 所以当他 当我们是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子句呢 里面的动词呢 把连接词去掉 再把这个live有没有 改成我们所谓的 表示主动的现在分词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所以这边呢 他们帮那些年纪大的人跑腿 不是子孙满堂的人哦 子孙满堂的老人 他们有自己的孙子 可以帮他们跑跑腿 他们这边是 old people living by themselves 这个整个片语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叫做 独居老人 自己住的那些年长者 好 所以这边的by oneself 这个片语呢 请你们自己注意 自己记一下 它的意思就叫独字 它是一个副词片语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句 and still others help traffic police or firefighters on the job 好 and still others 这个结构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还有一些其他人 他们会帮助交通警察 traffic police or firefighters 消防人员on the job 好 那我们知道呢on the job job的意思呢 指的是工作 那这边的on the job 指的是哪些人on the job呢 好 这就是前面的这些所谓的police 这个介细词呢 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这两种人 好 一个就是所谓的交通警察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消防人员 好 所以呢交通警察 我们就台湾很多的易交 就是所谓的医务性的交通警察 还有一些呢叫易消消防人员 好 自己意愿的啊 自己自愿的一些消防人员 所以呢 traffic police or firefighters on the job 所以这个on the job 我们可以翻得出来的意思就是 在工作上 我们从字面上是翻成在工作上 那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叫执勤的 正在执勤的 叫做on the job 还有其他一些人呢 他们帮助一些交通警察 或者是消防人员来执勤 他们去帮忙执勤的交通警察 跟消防人员 好 接下来呢 最后一句 there are always opportunities 那总是会有机会 那机会这个字 不要忘记了 它原本是ty结尾的 因为它是复数 所以你要把y去掉 再加上yes 所以总是呢 有机会 机会给谁呢 其实用for 给那些充满爱心的个人 individual 这个字 它指的是个人 它可以 它是可数名词 当s 表示强调个别的一个一个的个体 好 所以说呢 有机会给他们做什么呢 to offer 来提供他们的services 服务 好 那在这一段落呢 最后呢 一个地方呢 Andy呢 要特别提醒同学的就是 这个句型 刚刚Andy有讲过 对不对 some 有一些 others 有另外一些 and still others 各位 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句型 好 这个句型也是我们这一课里面一个重点 Andy呢 帮各位呢 先点出来 some others and still others 好 这样子的句型呢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当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 当这些例子呢 有超过三个以上 例如说四个 五个六个 那我们碍于篇幅的关系 也因为呢 时间的关系 更因为呢 读者也没有时间 听你讲那么多 从头报告到尾 所以通常呢 我们会举三种来当例子 那这三种呢 最常见的当我们的主词是复数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有一些人怎么样 另外有一些人怎么样 还有一些人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句子的结构 我们以后呢 经常会在我们的文章里头看到 所以呢 这个some others and still others 特别特别要注意到 这样子的句子结构呢 一定要去 这样子的文章的结构 一定要特别的 要把它记住 因为呢 这个不仅是我们这一刻重要 在未来的文章里面呢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 都有机会碰到的 好 那么这两段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